行動電源要加價1799才能兌換 你沒聽錯超商幾點再出招 還得拿出千元大超才能換購 藍牙喇叭隨身帶 方便播放手機音樂 超商龍頭催暑假買氣 幾點換購 罕見推出日系電器 最貴要1799元 儘管要價不便宜 但限量牌奏效 三天內搶購一空 要換購十下超夯的小小兵抱枕 還有可愛的安全帽 除了得拚命幾點 還得拿出現金來兌換 看好小小兵旋風安全帽抱枕毛巾 不只要先消費四百元以上幾點 還要再花九十九到五百多元 才能換購 不過仔細一看 加價購普遍都是家居用品 每天送的東西都比較爛 結果不然就是比較便宜 加價的要看實不實用 或是有沒有需要 什麼加購法 大概九十九一百以下吧 原來是國內的超商 推出幾點已經超過十年 消費者逐漸無感 業者改變策略將產品精緻化 重新找回消費者對幾點的熱情 但找來動畫和品牌商業合作 也大有原因 像是小小兵正好暑假電影上映 廣富號則是台南本土品牌 藉由超商活動也能增加宣傳效益 只是幾點加價購有價格的門檻限制 熱潮能夠持續多久有待市場考驗 記者華少平里文科特別報導